他付款买房后 却被告知卖家有精神问题 合同作废 精神问题是真实情况 还是违约不卖的借口 叫进去了 就跟谈点事 他说那天 那个欠合同的时候 去了当地就让他 那手印是欠字 说具体里边卖内容啊 也没让他看 也没告诉他 他也不知道 放房本的时候 那个防火站的防火员 问他您这房子卖了 我查到对卖了 放完房本之后呢 我们又去了这个 工程处 而且工程处人员 当时明确问他 您这个家里都同意吧 他说都同意都没问题 他说我已经看好房子 卖了的话 我要去买一件房子 现在开厅 天津市洪桥区人民法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17条第39条 第134条之规定 今天依法公开开厅审理 原告徐 诉被告 及第三人 天津市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发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徐某某 1971年出生 本案所设房屋的买方 被告肖某郡 1954年出生 本案所设房屋的卖房 被告肖某郡 今日未到庭 由妹妹肖某珍 担任其委托诉讼代理人 本案第三人 某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员工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原告 陈述诉诉讼请求 和事实与理由 就说一下这事是吧 对 您简单讲一下 您的诉讼请求 就是要求被告 要求履行合同就是 要求被告履行合同 对对对 并办理这国库手续 对 没错 第二项诉讼请求 我看您写的是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对 目前没有其他的诉讼 没有其他的变化 没有 行 您把事实与理由 简单讲一下 19年5月的时候 我买了一件 小二楼的房子 然后全款是80万 然后我付了5万的丁进 后来在 在履行的过程中吧 当时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个 师傅 他的户口本也是他本人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他这个 那个有什么问题吧 就是 后来那个 就是在 在过程中呢 有个贵妮 就出来说的 这房子不能卖 说他爸爸是那个 精神有点问题 早知道现在 没没过户 我现在就是 想请求法庭 就是履行合同 2019年5月 原告徐某某 经中介购买了 被告肖某俊 名下的一处住房 在交了5万元定金后 却被告知 卖方肖某俊患有精神疾病 其家人要求 作备房屋买卖合同 事发至今 原被告双方 对是否应该 继续履行这份合同 仍存在较大争议 被告针对原告 死统请求 和事实与理由 进行答辩 消费 讲一下答辩意见 我怎么说 我就也说这个 卖房的事 您就说一件事 对针对原告 死统请求 他要求继续 履行合同 您同意吗 不同意 不同意 他卖他上哪住去 不同意 想一下理由 他没有别的房子 没有住处 他就这一间房子 你当时你也去了 你也看了 他那个屋子破破烂烂 他一个月就不到3000块钱的工资 他没有别的条件 他要有条件 他就卖了 他就当时挠着一字糊涂 贾利凡 没有一二支签的东西 第三人 天津市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陈述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们无意 认可原告陈述的 认可 对 法庭上 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称 被告肖某君 年事已高 退休金低 又患有精神疾病 这套房子 是他仅有的住所 因此 根本不可能去卖房 当时是因为有精神问题 才一时糊涂 做了卖房的决定 那么 当时真实的房屋交易过程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原告你再把这个当时买房的过程详细的陈述一下 就是当时我在这个买房 买房之前啊 就是去过他们那总结 留过电话 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 我当时看觉得挺合适的 因为那会儿我们也有点平房拆欠嘛 就觉得挺合适的 当时就定了 因为在我前手有几个去看的 也有人去看 反正当时我就看着还行 我就买了 因为那个房子离我们孩子学校比较近 你买房的时候 都看过这个消费的什么材料 当时他拿着户口本 身份证都呆着了 消费本人的户口本身份证 对对对 当时这个扮给手续的时候 都有谁在场 就是他们总结的工作人员 中介的工作人 还有那个有对方那个小 还有我 我给您总结一下 就是您把您的信息挂在中介 挂在中介之后呢 中介跟您联系 您就去您就去看房子是吧 对没错 看完房多久把这事定下来的 就当时就定了 当时认为我有意 有意想买那附近的房子 就觉得这价钱啊 地那个楼层啊都挺合适的 就定了 在哪签的 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在他们第二连 中介的第二连 在中介的第二连 对 看完房之后 你们一起去 中介的第二连是吗 对对没错 您是什么时间得知这个小 存在精神问题的 这个还不得有 半个多月以后 你先让他讲啊 你先别讲 应该得有半个月 因为在那个 在那个 得有半个月我记着 然后给我打电话吗 中介给我打电话 然后跟我说的这事 法庭上 原告说 当时从看房 协商到签合同 都进行的十分顺利 而且也一直是被告 肖某俊本人参与的 因此 原告一直没发现 被告有什么异常 直到半个月后 他才被告知 肖某俊存在精神问题 那么被告认可 这种说法吗 肖某俊带给人 刚才原告陈叔的 这个买卖房屋的情况 属实吗 他说的这个 最后这条不符合 因为妈呢 他们 我哥是诗号去 上那个拿着拿药去 精神病医院拿药去 回来路过他们这个 总结公司 一探头 让他们给叫进去了 那么就跟谈点事 一会儿逛逛 反正不知道锁了 骂他回家了 回家之后呢 他那个药 在精神病院拿的那一保药 往那了 后来他们就给送药去了 下午下午送药 你说谁给送药 你说谁去给送药 总结公司的 是总结公司把药送回去的 对对对 给我哥哥 送我哥家里头去了 你知道吗 到我们家之后 还不知道谈点骂他们 你知道吗 一会儿的逛会儿 就来人看房了 看完房啊 这就看了一眼 也没说话说 就走了 走了之后 到转田 这就订合同 这就撑了 你知道吗 这个事我知道以后 我就给小孩打电话了 他们11号欠的合同 等于15号 小孩从北京回来的 早得总结跟这个姐姐 这个对方 你知道吗 跟他谈他 爸爸有兵 你知道吗 我们卖不了房子 他做不了主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回事 当时他看房的时候 我哥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正要睡觉了 你知道吗 迷迷糊糊 干嘛的 看房的 你知道吗 这么着 我哥说 我也不好意思 进来吧 他都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等完事 大伙走了 就就 转天街就欠合同 欠合同吧 也不给我们看那个 那里头那个 什么合同上的东西 上来就让签字 你知道吗 跟神就欠了字 弄了手印 当时的小鬼 去中介是干什么 他呀 拿药去 在那瞎扯 那个扯站 正好是对着 他们那个大门 他叫 怎么这么写音呢 他们那天开夜 你知道吗 他就挺大门 这怎么这么多音呢 把头看看去吧 一看呢 哦 卖房子的 这就给他叫进去了 来进去之后 就不知道锁什么 锁了一会儿呢 他就回家了 回家就因为这个药 他忘拿走了 你知道吗 后来中介公司的人 逼了药 上小鬼家里头 给他送药去 这么着 又贪了这个房子的事 那中介公司 为什么有小鬼家的地址 不知道呢 我哥哥还纳闷了 他怎么也是我的家的 法庭上 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称 肖某郡在整个卖房过程中 都是意识不清醒的 因此合同应当作废 而且被告认为 中介公司的员工 是知道肖某郡有精神问题的 那么中介公司 对此会如何回应呢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这个刚才原告和被告 分别陈述了方过买卖的过程 也没有什么补充呢 我就是想说一点 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 我是当事人啊 那个 当时这个小鬼是你接待的 不是 是我们店一个同事 同事接待的 自己店人接待的 接待之后 完了之后呢 那个这个 小鬼的时候 我后边有一间房子想卖 你懂吗 完了之后就是卖多钱呢 完了他就说 你看看能卖到八二几 你懂吗 完了之后我们给进行股价 进行股价之后呢 回来我们给定的是八十五 你懂吗 就是八十五 你要是不着急 可以登高点 你就给我登八十五吧 因为当时老人去的时候 未来认可登间 你懂吗 完了等到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把身份证后 把人家房门一块都带到我们那儿 完了之后就说 你给我看看我那房子 卖多钱 过去习 我们就给股价八十五 那么就定了八十五 在这期间 我们一直在给找客户 找了有三拨客户 结果就找到这个客户 说看完房子行 因为他本身也是卖了房子 就是看完这房子行 完了之后 我们就进行商餐定价 最后 房主这边 就是我最后 十落八十万 进落 那个 没有一页 而且当时 我签完合同之后 就在没有双方 摁死压的同时 我都把这个合同 都给堵一遍 因为上岁的时候 这时候 我说您就进到八十万房款 如果您要是不卖 您就违约 他说行 没问题 我说这套要不买 我往前是不退 跟双方都已经交接得很清楚 法庭上 中介公司的原工程 他们和被告 萧某俊的沟通 都很顺利 因此 从没发现 萧某俊 有精神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又问一句 我说您家里都同意没有 他都同意 你甭管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涉及到 一个共产房的共产 是我们帮忙去搬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说您这个户口 都有谁 他说就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说您孩子妈都同意 他说都同意 都没问题 完了在这期间 因为他是老本 我们去防火站 换过一次本 换防本的时候 那个防火站的防火员 问他 您这房子卖了 对卖了 完了换完防火站之后 我们又去了 这个红超公证处 而且公证处人员 当时明确问他 就是您这个家里 都同意吧 他说都同意 都没问题 那么在这的话 把这个公证给做了 就是一个 之前的房屋买卖国家 应行要求的一个 那个 工产房买卖之前 必须做一个 这个公证 造公证的时候 有录像 有 公证处肯定有录像 所以而且公证 公证的那个 亲自去问他 就是您这个 卖的房子 那个吗 那个 卖了之后 您打算 他说我已经看好房子 卖了之后 我要去买一件房子 而且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个整个 签扣东包裹 后边 以及那个做公证的期间 这个房子并没有 凑事一个 说白了 我是什么什么 精神情况有问题 而且交谈的是 特别顺利 办公证大概是哪天办的 十三十四两天 而且这公证书 现在应该 可能还在公证处了 没取的 是在哪个公证处办的 公交公证处 中介公司的原工程 房管局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也再三和被告 肖某俊确认过 他的确要卖房 而且家里人都同意 在手续合格并齐全的情况下 中介公司才让双方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他就跟我说骂的 他说那天 那个签合同的时候 去了到呢 就让他那手印是签字 说具体里边 骂内容啊 也没让他看 也没告诉他 他也不知道 他就跟我说 就接个憋的 我就不知道了 那他从他的这个表述 我来看 手印是他摁的 签字也是他签的 对了 就是里边骂内容 他不知道 他稀里糊涂 我这样跟你说 如果当时 这个房主本人 去把这个签 给我拿过来之后 他要是没有毛病 他不可能这么快 他就白方卖了 我们中介不会签署 因为房主 新家卖房子这么快呀 他天天 他就带五里堂子睡觉 就是说 他如果第一时间 比如说 他说我有精神 这个那个签 您记得 这房子我们不会去给他卖 我们中介本身是一个签 对吧 这头 咱不可能把人家家给卖了 所以您说的这个 什么禁忌 吸的糊涂 那说白了 我们的罪就大了 对吧 我们不可能 就是他不是请行人 他要是请行了 他不至于解呀 你就不应该 让他一个人做决定 他不有贵妮吗 你们怎么着 得给他贵妮打个电话 问问是不是他说的 是不是现实 你知道吗 他贵妮 骂也不知道 我都骂也不知道 那天我给他松动一些 我到他们家 他坐炕上问着我 我说我把房给卖了 哎呦 我疯了 我当时我走 我你住哪呀 你知道吗 哎 他就告我 他就没啥事了 完了 那他就告我把房卖了 你说说 啊 你说他一个人 这个事有一个人成交的吗 您说 这些麻烦的地有第二个人吧 我找您说的这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房子是人家本人的 我只核实我的手续 人家自己能不能搬 我有病 第三个人这下话可以一会儿辩论的时候来讲 对吧 如今原告仍想买房 被告却想作费合同 对于赔偿 双方也存在较大争议 在这期间我已经给双方协调了 我就说协调人家那头 可能要不卖这房子 那个买组这边呢 就说意思他不卖 对我不卖 那个妈那个 呃 那他完了 这个赔偿了 我那只能咱和合同旅行 因为卖房不同意 就是这个房租 房租不同意 说是提一些赔偿的事 就说我不赔你 点多给你一个月房租 就这样 结果双方没协商成功 所以才走到这个 在这个法院诉讼这一块 当时就是我们买的时候 对方精神状态 就是一点看不出来他有病 如果看得出来 我就说就最最白的话 谁也不会娶得得 但是就是确实也是看不出来 所以才签的合同 嗯 我就是觉得他如果警神有疾病 他他家里人就是 嗯 捡护人吧 就是捡护不得当 嗯 造成了我的损失 嗯 别的没有了 那损失是什么损失 当时就是 我 我有一摩那个埋榻这个房子 嗯 埋榻的房子的时候啊 那个我就准备卖我那个汉院里 有一间房嗯 然后就导致的 我现在就是没卖给人家 我赔了人家的钱 原告认为 即使被告肖某骏真的有精神问题 那也存在监护不得当的过错 而自己因为合同错费导致的损失 应当由被告承担 我告诉您他这间房子啊 顺法官 他不是卖的是房子 他是卖的地点 我告诉您他这间房子啊 出门就是公交站 歇嘴棍就是烟民女院 这公交站头里就是小学 后室是总学 总学现在拆了 你知道吗 最近才拆的 他这个啊 还是一楼 他这个不是卖房子 我告诉您呢 他应该是卖这块地 那您认为这房子是多少钱 我认为这房子 八十万不值 最少了也得一百万 一百万 嗯 这所最少的 我问了好几个中介公司 他都让我挂一百二 一百二 咱不敢想啊 怎么着也能卖一百万 那要给一百万 这房卖吗 哎呀 他住哪去啊 您说 还是不卖 啊 他要是有房的话 我们何至于这么费劲呢 您是没见过 他这个人现在到哪种程度了 都堕嗦 你知道吗 说话呀 走道啊 那村属就跟老年吃胆一样了 最近他又狭狗 搞得厉害鸡了 现在我们都害怕 现在没办法 就是没有能力 你知道吗 我这个也是冠心病 我这个好血病 糖尿病 血压高 我都顾不了他 面对原被告双方的分歧 首先要确定 被告肖某俊的精神状况 是否会影响其民事行为能力 对此 法官宣读了一份民事判决书 肖某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 宣告肖某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院出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一 宣告肖某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 指定肖某俊为俊的监护人 原告是否听清 听清了 被告及第三人是否听清 听清了 听问题 肖某俊时和谁生活在一起 他自己 自己是吧 生活还可以自理是吧 就算还行吧 他基本上不老做饭的 他没有那个能力 他这个病拉着他呀 天天光睡觉 他这浑身都是疼的 小某俊能和人们正常交流吗 能 能正常交流 在做这个行为能力鉴定之前 我看之前的参集证上写的 您是他的监护人 对 小某俊是监护人 您平时怎么监护呢 多久了探望他一次 我几乎天天给他打电话 那么天天没骂事了 我就放心了 几乎每天都打电话了 对对对 多久去一次 最少也一个星期去一趟 有时候三天两天 我就得看看他 就给他送点东西 妈的 吃的呀 妈的用的 最少一个星期去 您去的吧 就是给他送点吃的 是吧 对 我也有病 我没有能力给他干 他那五脏鸡了 要信索师啊 我真没那能力了 就让他自己 就这样过路 那小某俊多久回来一次 小某俊多久回来一次 小某俊平常他挺忙的 他就是赶上过节呀 过年呢 或者是礼拜日啊 反正怎么也得一个月来一趟 他孩子也小 他们对相言也有毛病 他抽不出来事件也是 也就是电话联系联系 问问怎么来怎么去 有事跟我沟通 那样吗 让我亲看着点去 也就这意思 那说明平时 小某俊大部分时间 还是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对对对 他照顾 他不就天自己带我一睡觉 带着 法定上 被告代理人称 肖某俊平时都是自己生活 作为妹妹 他每星期都去看一看 而肖某俊的女儿 作为法定监护人 因为在外地上班 大概一个月回来一趟 第三人刚才陈述 说反复询问过 家里人是否同意卖房 关于这点有证据提交吗 谁也不知道啊 就是我刚才提 因为我们那个店里有监控 但是监控录像 过半个月以后就没有了 自动删除的 所以最多额容纳半个月 他已经错过这个时间了 所以这个记录回去掉了没有 监控已经被这个顶没了 对对对 完了之后呢 是再有一个证据 就是工程处 如果他们那个监控还在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跟那个工程人员说过这样的话 工程工程处当时有专门的录像吗 就工程的是吧 所有做工程的应该他们都有录像 应该有是吧 而且应该是也有录音的 我记得 原告在事实和证据上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被告在事实和证据上还有补充吗 没有 也没有了 第三人有补充吗 没有了 法庭调查结束 鉴于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要求 继续给刑合同 本案的争议焦点 仍然为销出售房屋的行为 是否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 也就是说 需求和 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围绕海庆总结的争议焦点 原告很有被问意见 我就是觉得他如果警察有疾病 他家里人就是 检护人吧 就是检护不得当 造成了我的损失 别的没有了 被告消费 发表别问意见 他就是一个没有新危险的原因 他就是有病 导致这个事发生 第三人别问意见 没有 跟刚才陈述一致是吧 没有新的补充 行 法庆对论结束 关于本案 双方是否有调节的请求 原告可以调节了 可以吧 可以调节了 可以调节是吧 他就有病又不 原告如果调节的话 对方坚持不能履行合同 可以说非常一定的损失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吧 行 建议本庆需要核实 精神状况 在核实后 继续 为双方进行调节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öz高兴 进行调节工作 将说到许戏台工作 上 感谢观看